记者邱俊福台北报道,50岁的毒品通缉犯男子王文荣,为了索讨债务,日前赴北市文山区指南路一处航道对空凝枪,随即逃逸,辖区北市景文山一分局据报经连日追查,昨天中午寻现将王贤逮捕,期间王贤一度与拔枪拘捕,姓北迅速压制逮捕,起获一把改造手枪与海洛因毒品, 依法送办 警方调查,王贤因一名绰号小黑男子击欠其二万元,催讨多次不孩侠,心生不满 本月一日下午三时许,误认对方住在北市指南路,竟持枪前往对空名枪一枪市井,警方接获民众报案后立即赶赴现场搜证,路旁起获遗留的弹割一枚 随后,警方寻现调阅周边及沿路监视器影像,清查分析相关资料,发现犯案者为一名头戴帽子与戴口罩的男子,其持枪对空射击数发及搭乘机硬汽车逃逸,经掌握犯案车辆动向,火速前往新北市西市区地毯市搜索 昨天中午,警方发现该部犯案车辆,立即在周遭埋伏 不久王贤徒步前往取车,远景立即驱前盘查 王贤见状迅速进入车内,发动引擎并打挡欲逃离 车辆前方有交通标示住,车辆冲撞后遭阻挡无法再继续前进 并欲拔出于腰肌的枪支反抗,远景迅速上前压制并打落王贤手枪 趁机将王贤拖出车外踢离枪支,顺利压制逮捕 警方当长期或可连发改造手枪一把,子弹38发,以及海洛因一包,注射针筒 全案将持续离清案情及扩大追查枪支来源 讯后先一枪炮,毒品罪嫌疑送检方侦办